这个大姐又打人了 这是比利时驻韩国大使夫人向雪秋 1958年的今年63岁北京人 现在是比利时国籍 昨天报出来 昨天根据那个比利时布鲁塞尔时报 报道说他又在这个韩国首尔的一个公园 跟一个清洁工起了争执 然后两个人相互推丧 但是警察来了以后 他们表示都不会都不想报案 然后也就不了了之 据说现在正在大使夫人正在这个 哪里在医院好像是脑中风什么 也可能是一个借口 不想在媒体过多的曝光 他们已经比利时外交部长 因为他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4月9号就因为买衣服的事情 在首尔的龙山区一家服装店试衣服 试完以后他没买 他是在一个店里的死角式衣服 然后店员以为他就是穿着衣服 因为他穿的衣服跟店里衣服分格相似 店员就出去问他顾客是不是忘了结账了 然后他气急败坏 说没有 想了一会儿有点气不过 又回来 把那个店员打了几个耳光 4月22号的时候 这个比利时那个外交部长还道歉 而且当时5月份宣称说 他们这个大使今年夏天任期即将结束 所以呢到时候他就会回国 今年夏天嘛 那马上这夏天快过去了 现在都7月份了 夏至都过了 就这个大使夫人 哎呀 也是整得跟个像是战狼一样 太极拳 是不是跟严芳学推手学多了 无敌 跟雷雷似的 北京 雷雷也是北京的吧 今年白人家那个女孩打的脸都红的 那么红 可能是练太极练的多了 哦 就就就是图里边这个 看 白衣服就是他 然后删人家耳光 删了好几个耳光 哎呀 这真的是中国的大妈 我觉得以前上海 上海发生过一个 骂人事件 就两个人 车好像是按喇叭了 一个女的从前面车下来 是那个卢森堡 卢森堡的 住上海领事馆的车 应该是领事的夫人 最后那个卢森堡的 呃 大使馆网站还专门发了一个道歉的留言 因为那个是 那女的也是上海本地人的口音 下来以后指着后边那个男司机说 啊那能拱逼啊 就上海话拱逼 也不知道啥意思拱逼 打中猫子 就跟朱利波说的那样 啊那能拱逼啊 一直骂那个男的 哎各种各种上海这个骂人的话 那还是楼森堡的这个夫人 呃楼森堡的领事夫人吧 反正中国这女的 可能 中国特色吧 反正一旦丈夫发达了 就是各种发飙 牛的牛哄哄的不得了 你江青就是典型代表呗 对不对 那江青不就是 仗着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还说 你看我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 看人家怎么收拾你 这是比利时那个大使 大使叫彼得雷斯库伊耶尔 也是两个人是在北京认识的 教太极拳的 哎呀看着模样长得也像个韩国人哈 像雪秋 63岁 哎呀这大妈 据说是有一个女儿在上海好像工作了吧 2018年去韩国当的大使 这09 2021 这整整三年 今年夏天离任 这离任前又又搞出这么一桩事来 估计他可能有点讨厌韩国人是不是 要不然也不会那么不管不顾身份 就算了吗